甲状腺结结三类严重吗? 张华,西安市第四医院,普外科,副主任医师 一般讲甲状腺结结三类主要是指在行甲状腺B超检查的时候 在超生影像下对甲状腺病变的一个分类 绝大部分的B超分为三类的甲状腺结结都是良性结结 一般只有到四类以上我们才多考虑恶性的可能 三类结结大多都是鉴于结结性甲状腺种 或者是一些良性单发结结的分类 需要警惕的是如果说B超分类虽然是三类 但是如果它这个报告中有边缘不清楚 甚至有毛次样的改变 或者是结结内有弥漫的啥一样概化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往往还是要考虑恶性的可能 当然这个时候B超的分类可能甚至会给你分到 4B4C甚至5类 那么5类基本上就是可以确诊的甲状腺结结 所以说如果看到这个甲状腺结结分到三类 大家不用紧张也不用害怕 三类的结结绝大部分都是良性的 但是也需要定期的B超随诊观察 看它有没有变化 专家提示